近日,国内多家媒体爆料,带领着韩国的在2002年世界杯历史性的闯入四强的荷兰教头西丁克不久之后就会接手中国男足U21国奥队, 而中国足协聘请这位熟悉亚洲足球的主教练,就是希望西丁克能够率领中国国奥队,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据悉,中国足协同意西丁克自带教练团队来滑指教,包括了助教、体能教练、技术本习师和手门员教练等,西丁克团队礼皮团队如出一辙,突出了中国足协对于东京奥运会的重视。 不过,相比于李皮的天下年薪,西丁克团队的年薪则比较合理,符合现在的行情,由于西丁克曾经带领韩国队获得了巨大的荣誉。 韩国媒体也跟进了西丁克,即将指教中国国奥队的报道,西丁克先生是一名能力十分出色的教练,正是在他的带领下,韩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上创造神话,历史性的闯入四强。 韩国队代表亚洲足球,走向了世界最高舞台,不过我们要提醒西丁克的是,指教中国队可不比指教韩国队。 韩国人勤奋自律,战术性极强,教练不用操心太多,中国人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懒散混乱,基础又很差,更不可能适应西丁克教练的魔鬼训练。 这样看来恐怕中国人有先请西丁克指教也难以提升水平,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主教院能够带得动中国队。 再次小编有话要说,首先韩国队是怎么样进入室,戒杯四强还没心理,难道没有比数吗?不过中国足球确实是很差,这让我们面对韩国队的调整,居然没有反击的底气。 只希望中国队能够在西丁克带领下去的好成绩,这样我们就能把骄傲自打的韩国人攻击我们的话还回去了。 西丁克指教的中国国奥队友张玉宁,王子昌和林良宁等国内游戏娘子,现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南卓亚州区域在开打,只有不到七个月的时间。 希望这些小伙子们在西丁克的魔鬼训练下,能够蜕变为一只铁血之狮,从而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历史。